回来看到这个恐怖的事件是发现在捷运上 在台北捷运游惊传了恐怖的砍人事件 在8号的晚间10点多 捷运板南线一烙热出要通过新浦站的时候 车上有一名42岁的王姓女子 她突然就用美工刀无预警攻击一名高中生 当场是血尖满地 现场正式的民众赶快把人给制服 而当时城内的乘客非常惊恐 就说就好像失速列车一样 捷运车厢内女子紧抓住男同学 把对方砍到满连血 旅客赶紧跳开不敢靠近 但此时戴口罩的阿伯 多刀歹人几名乘客也奋力压制 男同学躲到一旁脸颊鲜血直流表情惊恐 大批旅客见到绘刀见血下的心有余悸 我刚才讲话讲几句以后 他就突然攻击他这样 脸上就被画了好几道 然后写蛮多的 突然就一堆人就往后跑 叫说有人迟到 到现在都还有一点紧张 先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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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客回忆起当下 场景就跟时速列车一样 从来没有离死亡这么近 以为自己会死在捷运上 8号晚间10点51分 台北捷运板南线列车上 42岁王姓女嫌犯 自称被跟踪 听到男同学在骂他 竟掏出随身的美工刀攻击 划伤旁边男同学脸部 刀伤长约五公分 无辜的男同学 刚从补习班下课返家 只是跟他对到眼就被攻击 薄素想到学校国防教育课程 曾教过面临攻击事件的应变方式 第一时间用尽所有力气 紧抓对方的手不放 除了保护自己 也避免酿成重大伤害 偷戴安全帽不发一语 迟到杀人的女嫌犯 现在背景也被棋底 是南部某大学的硕士 最近在物流担任理货员 8号当天才刚辞职 竟然就犯案伤人 不过女嫌犯变称 10月起出现幻听 就连在家也觉得不安全 但警方却查不到 他有精神方面的就义记录 租屋处也没有相关药物能够佐证 信后依杀人未遂罪 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并建计积压 捷运车厢惊魂 幸好一分钟内 热心民众合力救援 保住男同学的宝贵姓咪 介绍到此时程观 SNG小组新北报导 好我们刚看到这名女子 她是查美工刀来攻击别人 不过其实台北捷运 在事发的前一天 他们才在车站的车厢当中 是贴上了静带危险品的标示 不过民众就想问了该如何防范呢 因为静带危险品 到底你要怎么查 搭捷运通勤上班上课都知道 禁止吸烟饮食车厢也都有张贴标示提醒 北街7号宣布危险物品禁止戴上捷运 并首度加强增贴标示 被抓到最高恐哀罚100万元 只是民众来来往往目光似乎难以多加留意 而到底哪些才算是违禁品 进到车厢内 告示牌更加清楚 提醒身上有尖锐物或者刀具都要收好 目前包括大安站 南港展览馆 北车淡水西门站等11站 再加上五条线路 各有一部列车 车厢内都可以看见标示 旅客需指令也列出上市刀具剪刀等等 未违反法令可以携带 但需妥善包装 另外强械弹药烟火爆竹等则完全禁止 毅燃物如火柴火药 以及部分液体等等也都入列 打火机虽不在此限 但捷运上也禁止拿出 北街表示若疑似携带危险 一燃物都会要求旅客提供检查 只是民众带了什么放在包包里 没有先经过安检 旁人恐怕还是很难预防 记者王正恩 承轩台北报道 说到这个北街 其实中节这边随机砍人案 在8号的时候台中地院开庭 而这一名男子呢 他在法庭上是滔滔不绝 向法官宣称自己有在反省 还强调说自己终将要回归社会 要求外界用客观的角度来看待他 但检方认为说 这名男子毫无悔意 敬请从众量行 人伦悲剧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新竹市 昨天的深夜是发生了这起悲剧 50多岁的男子 跟同住一个屋檐下的 20多岁外甥 他们是长期不睦 昨天晚上呢 两个人再次发生口角 这一名男子一怒之下 吃刀砍杀了外甥 年高有80多岁的妈妈见状 上前阻止 而且想要夺刀 到时候也被砍伤了 有一只争吵身材太大 邻居就向警方来报案 警方呢 赶快把这个行凶男给逮捕 但是外甥送医之后 仍然是宣告不治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宽馗清称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露全俏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力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